Line & depression 宜闻好重要知多点更重要 欢迎大家收看宜闻知多点 我是Angelo羅立刚 好了接下来教大家填IMM-5669 即是俗称Schedule A 的表格 看看螢光幕 这个Button本来应该是Start 不过我刚才调了那些东西 所以就变成Edit 不要紧的,我们按进去 进入Schedule A这份表格 我们发觉原来有8样东西要填 第一样东西就是Personal Details 在填Personal Details 他就会问你这份表格是主申请人自己的 还是你帮18岁或以上的申请人填 如果你帮自己填的 你便帮自己 如果是帮配偶或18岁以上的子女填 你便帮上 on behalf of any of your family member 18 years of age or older 记住 这份表格是帮谁填那人的相关资料 好吗 如果当是填主申请人 填他的姓和名 然后填他的中文名 如果是中国人 但如果他的配偶是韩国人 便填韩文名 是泰国人的便填泰文名 如此类推 然后填新日期 然后填申请人父母的资料 最好是跟他们的passport来填 如果不幸地已故的话 便根据死亡证的死亡日期 填回他的死亡资料 但就算父母是已故 都尽量填回出生地点 出生国家和出生日期 如果真的不知道 你便填unloan 填完之后 便按save and continue 准备到下一个项目 接下来是Section B Questoneer 这里来说 主要是答问问题 比较简单 大家提醒营光幕 如果哪些问题是yes 便填yes 哪些问题是no 便填no 而填yes 的问题 便在最下面 写下详细的情况 及有关资料 给移民官参考 填完之后 继续按save and continue 去下一个项目 接下来 Section C Education 教育这部份 在这里来说 第一部份 要填完每一个阶段 读了多少年书 例如小学 中学 大学 你读了多少年 大专或以上的学历 或者技术学校 或者香港的Ivy TI 你读了多少年 例如你本来有Betcher Degree 接下来到加拿大 读了两年Diploma 可能是在College 读的 便要填在这里 填完之后 你就要逐个逐个 将从中学所有的学历 开始填完所有的学历 我举个例子 例如我八九年九月 开始读中学 然后九五年六月就中学毕业 学一下名字 接下来 在香港读 就写香港 在哪里读 就写城市和国家的名称 接下来就是学历 例如我是考会考的 HKCE 现在你叫DSE 年轻一点 接下来就是写Field of Study 例如Secondary 你便填中学 如果有些人是Vocational School 即是职业训练学校 你便写Vocational 接下来 读完中学之后 就读大学 你自己写什么时候开始读 什么时候完结 可能有些名字不够长的 你就要宿写 例如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接下来就写在香港 读Bachelor Degree 例如Major是什么 你写回自己的Major 接下来 你去了加拿大读 例如Vancouver College 什么时候开始 到什么时候完结 接下来在Vancouver 读Diploma 读Child Care 你一样写回 如果你要加的 你就不断按Add and Other 就可以了 如果你填错了 不需要的 你就像这里 按Remove 就不见了 填完之后 Save and Continue 就可以去下一个Section 接下来 我们就去Section D Personal History 这里来说 你必须填你过去十年的经历 如果是少过十年 就要从18岁开始填 但在这段期间 如果你除了做事之外 你可能有些时间是没有工作 读书的 或者去了长期旅游 你都要填下去 我们看一下 我们准备好给大家的例子 譬如 如果你是Recent Graduate 拿着Work Permit 或者是PGWP 你要填几时到几时 然后做些什么职位 在温哥华 或者什么城市做事 如果你在加拿大当时 你拿着PGWP 或者是Open Work Permit 就一定是Worker 接下来 写回公司名 如果你是读书的期间 你又要照样写 譬如2020年9月到2022年12月 是在读书的 在温哥华 当然了 这段期间 你一定是Student的身份 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读书之前 在香港有两个月 是没有工作 因为要准备走 你可能写回2020年8月到2020年9月 在香港 香港的身份当然是Citizen 没有公司名 就是Non-applicable 之前你有工作 在1995年7月 工作到2020年6月 你填最后的职位 就可以了 然后在香港也是Citizen 写清楚公司名 在这里提醒大家 如果你填Employment History的时候 你最好跟回Employment Reference Letter 内容 填 即是它写什么时候 你就写什么时候开始 它写什么时候完结 你就写什么时候完结 最后的职位是什么 你填最后的职位 接着 它封信的公司名称是什么 你就写那个公司名称 尽量是一致 不要有discrepancy 如果有的话 就会有麻烦 另外 填这过去10年 或者18岁之后的所有经历 是不可以有gap的 举个例子 2020年6月 一跳就跳到2020年8月 那么7月呢 它就会Return你的File 如果你这段期间是Unemployed 那你就要写2020年7月到2020年8月 都是Unemployed 所以你可能这里要改一改 那这里就要变成7月了 那就为之没有gap了 好了 填完之后 老规矩就按Save & Continuous 但是看一看 如果你还要加的 一样是可以加Add and Order 如果填错了 就这样按Remove 取消了它就可以了 那我们下一个section再见 好了 很快就去到sectionE 就是Membership & Association with Organization 那就是说呢 如果你参加过一些组织 是他们的会员 或者跟这些组织有关呢 你都要填写下去 那这些组织就包括一些 政治的团体 社交团体 青年组织 学生组织 工会 或者专业资格的团体 那我举个例子 你是会计师 可能你有参加会计师工会 可能你是马会会员 那你提到马会会员的资料 如果你是一些政治组织的 那你填上你是什么政治组织 你是有什么职位 那这样 好了 但是你是不可以写简写的 或者一些简称的 那好像这个例子 你什么时候参加这个会 什么时候离开 这个会的或者这个组织的名称是什么 这个组织或者这个会的种类是什么 那你是担当什么会员 譬如普通会员 Associate Members 或者总之你当时是什么会职 或者是什么性质 或者是参与的 什么位置 那你要写下去 接着呢 这个组织 你是香港 还是美国 譬如我是美国专业摄影师学会的会员 那可能就要写回美国了 那如果你要加的 就Add Another 如果你一个都没有的 你就填None None 就OK的了 好了 填完之后 按Save and Continue 我们又去下一个Section 好了 如果你是做过政府公务员 或者被政府委任过一些公职的话 你就要填这里了 那公务员当然就是包括公务员 哈哈哈 法官 警察 或者一些国安办 或者是一些医务卫生署顾问委员会 或者是什么经济发展局的经济发展顾问委员会 这些呢 你要填清楚 甚至乎如果你是人大都要填的 如果你没有的 就填None 如果有的 几时开始到几时 那是在哪里 譬如在香港 填回香港 香港就是我们叫做regional 如果你是中央的人大的 就是China 那叫做national 那是什么部门 或者是什么分支 填清楚你是什么职位 或者是参与什么活动 那如果你多过一个 亦都是一样 就是Add Another 那如果你没有的 那刚才我说过 就是填None 填完之后 一样按Save and Continue 很快就去到Section G 那这个部分 和99.9%的香港人 都应该没什么关系的了 因为香港是不需要服兵役的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 就需要填你所有服兵役的资料 通常我们都没有了 那我填None 那接着呢 就直接去按Save and Continue 就OK的了 好了 很快就去到最后一个Section Section H 填地址了 那你要将你过去10年住过的所有地址 都要填完 如果不够10年 就要由18岁开始填 那就看看这个例子 那譬如你2020年6月 就搬到去温哥华 2023年5月 那就住到现在 那譬如你是2023年6月才填表 你就写2023年6月 那就填一个地址 哪个城市 哪个省 那国家加拿大 填一个Portual Code 那就OK的了 那如果去加拿大之前 你住香港的 或者住任何一个地方 你填上那个地址 那譬如这个是1995年1月 住到2020年4月 那城市呢 就是尖沙水 那接着是九龙 如果是新界 你就写New Territories 那接着是香港 因为香港没有邮件 你填4个0就可以了 但有一样东西 大家都要注意 它一样是不可以有Gap 你看到2020年4月到2020年6月 它的申请都会彈回来 那你就要找回中间那段时间 住在哪里 填完之后 你发觉你需要再加的 就按Add Another 如果填错了 你按Remove 那接着呢 搞定了 继续是按Saving Continues 就可以了 好了 按了Saving Continues 之后呢 就会跳回原来的版面 那里了 你就看到填了 如果你要改的 就按Edit 如果你要取消它 就按Delete 那填完之后 你就要再加 其他新的Family Member 就是譬如你要帮太太填 或者18岁以上的子女填 就按回这里 如果你是Single 或者你填完了 就在这里 我就打回我的名字 接着就按Complete and Return to Application 那你就会回到最Original Permanent Resident Application的版面 你就会看到 Ready to Submit 那就是你的IMM 5669 已经完成了 好了 终于教大家填完两份 那么重要的online表格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到的要缺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comment那里问我 我会尽快回复大家 下一集我会教大家 如何填完两份online表格 以及其余的PDF表格 如果喜欢我们这条片的朋友 大家记住CLS 未subscribe的 请你按subscribe 跟着按钟仔 一有最新的移民资讯 以及教学短片 你就会知道的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